在暴雪时分的中章终于拉下了帷幕 为这部狂热的都市偶像剧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这部剧不仅在2024年成为了 必看俱乐部的热门剧集 更在收官之夜掀起了一股官剧狂潮 这场燃情终局 不仅让人们为之动容 更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回忆与感动 剧集的圆满羡慕 离不开观众们的热情支持与追捧 从剧集开播之处 就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 成为了2024年必看俱乐部的热门之选 在收官之夜 更是掀起了一波官剧狂潮 让无数观众为之沉迷 感受到了剧情大量的人情与感动 这场终局不仅是一场普通的告别 更是一次充满感动与回忆的告别 随着每个角色的情感线得到圆满解决 观众们也与剧中的角色 一同经历了一段动人心弦的旅程 这些情感的交融与碰撞 让观众们在剧中之际 既感受到了悲伤的离别 又体会到了温暖的情感流淌 在剧集的中章中 每一个角色都迎来了自己的收获与成长 他们的故事或悲或喜 或遗憾或圆满 但无论如何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些角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共同谱写了一段 关于青春与爱情的动人篇章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感动与震撼的视听盛宴 热度爆棚在爆雪时分成为年度最受欢迎的剧集 让我们下来看看这部剧的成绩单 自开播以来 它的热度一路攀升 经用了五天时间就突破了28000的站内热度 战上了2024年必看俱乐部的宝座 而截至目前 全网播放量更是高达7亿 可谓是人气爆棚 在收官当晚 他再次登顶了各大平台的热度榜 成为了无可争议的焦点 甜蜜告别 异果CP中圆满 在剧情的高潮部分 我们见证了异果CP的终极契合 林一阳弹着吉他 向着英国深情求婚 这一幕不仅是剧情的高潮 更是观众心中最美好的画面之一 而吴磊 那甜蜜的英文OST插曲 Love and Shy 更是为这个瞬间增添了几分温馨和感动 他的演唱也收获了一片赞誉 吴磊的深情告白 角色之爱 不舍与告别 在这个充满着波澜壮壳的都市偶像剧中 在暴雪十分的落幕 如同一曲绝唱 吴磊在这个时刻选择了 用一篇发自内心的告别信 来与角色林一阳道别 这篇文字不仅仅是对角色的告别 更是他对演艺事业的一次思考 和对观众的真挚感谢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发的文字背后 是他对表演的执着和对角色的情感投入 吴磊的告别信 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别 更像是一次心灵的交流 他在信中表达了对林一阳这个角色的感激和不舍 将角色的成长与自己的成长紧密相连 每一个字都流淌着他对这个角色的深情 每一个句子都述说着他对这个故事的情感体验 这种真挚而深沉的情感流露 让读者不禁为之动容 仿佛能听见他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述说着不舍与感激 这篇告别信不仅仅是物类对角色的情感宣泄 更是他对自己演艺道路的一次自我反思 在信中 他提到了角色林一阳对他演艺生涯的意义 以及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成长与收获 这种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对角色的投入 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演员的责任和担当 角色的告别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结束 但乌磊在告别信中并没有停留在过去 而是掌握了未来 他表示会怀念林一阳这个角色 但同时也期待着在未来的作品中 塑造出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为观众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表演 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不仅展示了他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 更彰显了他作为一个优秀演员的职业素养 在这篇告别信中 吴磊还特别感谢了观众和粉丝们 对剧集的支持和喜爱 他表示自己会永远珍惜这份情感 并承诺会继续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这种真诚而感恩的态度 不仅让人感受到了他的温暖和善意 更增添了观众对他的喜爱和支持 这篇告别信 不仅是对一个角色的告别 更是对一个阶段的结束 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是吴磊演艺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也是观众心中永远的记忆 荣誉之光 林一扬的辉煌成就 林一扬作为剧中的角色 不仅在爱情线上取得了圆满 更在台球赛场上展现出了非凡的荣耀 他的荣誉之光 不仅照耀着剧情的发展 更让观众见证了一个普通青年 如何在竞技场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在剧情中 林一扬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情人 更是一个责任感满满的国家队队长 他在台球赛场上的表现 不仅令人惊叹 让人由衷的敬佩 他带领团队在各项比赛中掌获佳绩 每一次的胜利 都是对国家荣耀的最好诠释 不论是斯诺克 九球还是八球 林一扬都展现出了非凡的球技 和出色的领导力 他不仅包揽了个人赛事的冠军 更是带领团队在团体赛中 一路高歌猛进 赢得了观众的贺彩和尊敬 当五星红旗在古籍赛场上冉然升起 林一扬站在领奖台上饱含热泪 高唱国歌的一幕 是整个剧情中最感人之深的瞬间 这一幕不仅让人热血沸腾 更让人感受到了国家荣誉的庄严和崇高 林一扬的辉煌成就 不仅仅是对他个人努力的肯定 更是对国家运动员的荣耀和尊重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责任 荣耀和担当 成为了国家运动员的骄傲 这一段林一扬在台球赛场上的辉煌成就 不仅是剧情的一个亮点 更是对现实世界中体育精神的一次赞美 他的故事激励着观众 让人感受到了努力拼搏和坚持不懈的力量 也让人对体育精神和国家荣誉 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尊重 未来展望 期待吴磊更多精彩表现 吴磊作为一名年轻而充满潜力的演员 他在在暴雪十分钟的出色表现 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这部剧不仅展示了他在演技方面的成熟与突破 更让观众见证了他的多面表现和潜力 在剧中 吴磊将林一扬这个角色演绎得深入人心 他不仅展现出了对角色情感的把握 更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甜蜜的爱情戏 还是挑战性的台球赛场 他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素养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随着在暴雪十分的圆满收官 吴磊的未来备受期待 我们希望他能够继续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不断突破自我 为观众呈现出更多令人惊艳的表现 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古装剧 都期待他能够有更多的精彩表现 让我们见证他的成长和进步 吴磊的演绎之路充满了无限可能 他的出色表现不仅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更获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在未来 我们期待他能够在更多的作品中 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成为中国影视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他的精彩表现不仅是对自己演艺生涯的肯定 更是对观众长久以来支持和期待的回馈 我们相信 未来的吴磊将会更加耀眼夺目 为中国电影电视视野带来更多的光芒 期待他在接下来的作品中继续创造奇迹 为观众带来更多感动和震撼 终局争议 剧集收官 观众心中的遗憾 在暴雪时分收官之际 观众们的热议之声汹涌而来 但伴随着欢呼的掌声 也不乏一些对剧集收官的批评与遗憾 这些观众认为 剧集发展过于俗套 角色关系略显平淡 大戒剧也缺乏惊喜 这种张艺声音 虽不及赞誉之声响亮 但却足以引起我们对剧集质量 和创新性的思考 有些观众指出 剧集发展过于俗套 缺乏心意与突破 他们认为剧中的情节设置 和人物发展过于平庸 缺乏足够的张力和惊喜 使得整个剧集显得略显平淡 这种在剧情发展上的不足 让一些观众在剧中之际 感到了一丝遗憾和失望 同时还有观众 对剧中角色关系的处理 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剧中的人物关系 过于简单粗暴 缺乏深度和张力 使得角色之间的情感表达 显得生硬和不自然 这种角色关系的处理方式 让一些观众在剧集收官之际 感到了一些心有余悸 此外 还有一些观众对剧集大结局的处理 表示不满 他们认为剧中之际 缺乏足够的高潮和转折 使得整个剧集的收尾 显得有些仓促和不尽人意 这种收尾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让一些观众在剧集落幕之际 感到了一些遗憾和不满 尽管剧集收官所带来的争议存在着 但也正是这种争议 激发了我们对剧集质量和创新性的思考 或许正是这些批评声音的存在 才能促使下一部作品更加突破和精彩 因此 让我们用一颗开放的心态 去期待和欢迎下一部作品的到来 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值得期待和称赞的 精彩剧集出现